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超年和斗骁盛传会在四月拉上天窗 但是有关这个传闻 无论是超年本人 或是他身边的好友 大家都封口不愿多说 早前超年在香港出席活动 更因为不肯接受访问回应分讯 而搞到现场相当混乱 不过超年这日和斗骁 就在深圳拍着拖出席品牌活动 超年翘着斗骁的手 两人还不时对望 好像小情侣一样相当甜蜜 两位这日仍然没有接受访问 所以大家都无法得知 有关他们结婚的消息 不过活动上 他们都有分享对品牌春夏季服饰的看法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可能男生简洁精烈 可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慵懒的这种气质的一个 位置的慵懒的一个气息 对于春夏来说 是一个名字的春夏的福音 那回答你一下 我刚刚看到的有很多 就是橘色 然后大屁色白色 我觉得加州也就是很舒服 就是很开的都不感觉 所以我觉得同色蟹搭配 是我觉得可能 我会比较想尝试的 在活动上带放闪光弹的 还有张智琳和袁穎仪 这对结婚多年的恩爱夫妻 还穿得相当合衬 他们和超年窦梟 都有一起主持剪彩仪式 提到近年时装界兴起 old money风格 讲求低调 Chillam和靓靓都有分享他们的看法 也想请二位来分享一下 老前锋的演绎 有没有什么法则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个词我真的是刚学的 你呢 我也是 就是老前锋的派 对 我觉得老前锋 我觉得是带点优雅吧 然后就是多细节 还有就是 我觉得今天我穿紧身衣服 都很有质感 你呢 我觉得 老前锋我觉得感觉就是 很轻松记载 但是又很优雅 就是你可以又很放松 但是又会写出有品味的这样 你平常可以播出这样子的音乐 真的吗 我觉得很适合你